今年的世界赛对于LPL赛区来说非常的重要 第一 这可能是我们王朝的开始 因为三连冠在任何体育赛事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 在这个主场 我们不想再输一次 2013年我们成绩很好 拿到了亚军 而接下来的一年里面 我们同样拿到了亚军 所以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好像这个冠军 是比较容易或者说比较接近的 17年在这个主场 我们有两支队伍进入到四强当中 但是我们输掉了 如果你说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觉 会让我们觉得还差那一点点东西的话 自信 在整个2018年 LPL正不容自己 RNG拿到MSI冠军 用自己的方式 IG拿世界冠军 用自己的方式 那是那个属于你们的冠军 我们是冠军 FUN PLUS 以他们的打法 一个非常灵活的中路联动的打法 又一次地拿到了那座奖杯 两中三比零 上班是大 谁才是世界第一赛军 我们再也不用去学别人的打法 再也不用去羡慕别的赛 具有什么样的选手 因为我们就是最强 这就是LPL 我们无所畏惧 我们用自己打架的方式 赢下了这些冠军 我们花了五年的时间步履蹒跚 才争到这个领跑的位置 我们不会轻易让出去的 老干爹 大家应该知道 打野老将Peanut 还有就是中路老将西叶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 可能那个西叶 就是他的顶峰了 但并不是 今年他杀回来 我的天 再送一个 再拿一个人头 夸抓Q的西叶 苏宁其实在我眼里 他们的3C同样很有天赋 而且都是在今年才开始大放异彩 那为什么呢 因为有辅助蛇蛇和打野SOFAN 这两位老将的辅佐 哇 你看他都盖了4个人 哇 SOFAN这个开团 京东Gaming 卡纳维选手正式加入 而在AD位置 LOKAN 京东Gaming的老将 也是回到了队伍当中 可以说他们补足了 最后一块拼图之后 整整制霸了LPL一场 那对于涛博这些队伍来说 其实他们也很神奇 NITE 作为LPL 2020年夏季赛的 常规赛MVP 融西安飞有双胸 光载来 在搭配上Jeky Love 往后拉开 点死了 Jeky Love怎么应该像高场了 W就拿到 这个双C 我可以说 它现在是LPL最强的双C组合选 战略这方的3个人大出Ace LPL赛区连续两次 拿到了S系列赛的冠军之后 各大赛区也开始学习 我们这种偏打架风格的打法 然后把这种打法融入到 他们自己本身的打法当中 形成了每一个战队独特的武功密集 所以这一次的试业赛 所以这一次的试业赛 我觉得更像是华山论剑 各大武林高手带着自己的独门密集 来到了这里 争夺武林盟主之位 到底是上一任的武林盟主继续继位呢 还是会有新的盟主诞生 开打之前 一切都是为之属 而这一次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